这有点意思 这两家挨着 万表流行 现场直播呢 现在我们是在北京国贸 格拉苏迪原创新张开业的装卖店 说到装卖店必须给有镇店之宝 格拉苏迪原创的镇店之宝 你想到了什么 你肯定想到了1920托菲伦 不过遗憾的是 这款表全球限量只有25枚 而且不管是在北京国贸 还是在SKP都已经售庆 如果你真想要的话 排队预定吧 不过别失望 我们在这个店里呢 也能找到相当于镇店之宝的两款表 这是集格拉苏迪最擅长的 两种孤艺鱼翼身的款式 从轮廓看啊 这是一个机芯倒装的一款式 你们印象里机芯倒装的 它那装饰纹一般不都是日内马波纹吗 这个它的夹板上 它用的是鸡楼纹 一说到鸡楼啊 大家总想到啊 这是瑞士很多品牌常用的 宝鸡等品牌用的这种手艺啊 但是让我惊讶的是 在德国手表 格拉苏迪原创这个新品里 也见到了这种古老鸡楼工艺 它的两面都是了鸡楼纹 据说在欧洲掌握鸡楼记忆大师 不超过十位 格拉苏迪原创 这是首次使用了鸡楼工艺 需要说明的是鸡楼 一些是快速仿制 比如说是冲压的 据我们了解 这个鸡楼工艺 完全是纯正的鸡楼工艺 也就是说手工和机器的 严丝合缝的配合 才能刻出来的这种花纹 如果你卖店里的话 他们会告诉你这叫牛索文 因为它是限量版 所以它的表格材质是薄金的 很重啊 这个专卖店的另外一个正店之宝 就是这个梅森瓷孤品 为什么是孤品呢 它有很多含义 大家知道梅森瓷 应该说是可以当架状的瓷器 说明它很高级啊 格拉苏迪原创跟梅森瓷的合作呢 这是第一块 也是最后一块 所以这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孤品 这是一块烧得非常精美的梅森瓷 上面那个双剑的标志呢 都是手工画上去的 这个鸵飞轮呢 是不用说了 1920年格拉苏迪的海德格先生 首创了飞行鸵飞轮 这个飞行鸵飞轮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让你把飞行鸵飞轮的运转 意乱无疑的观察到 在现在来说呢 这个飞行鸵飞轮 它的观赏性更强一些 虽然鸵飞轮是一个很高复杂的一个机构啊 但是出于实用考虑呢 格拉苏迪原创 依然把它做成一个自动上弦的机心 就是让你省去了日常的上弦 过真的烦恼 表格材质是黄金的 从背面能看到这个机心的运作 大家注意看这个机心是偏心鸵啊 而且呢 表头上具有K金的重块 上弦效率比较高 在北京国贸格拉苏迪原创的装卖店 你们可以欣赏到很多很多 能够代表德国制表美学的精美的万表 格拉苏迪原创开业就先介绍这里啊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留言互动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再见